上次去完Ling師傅做學徒 看到Ling這麼漂亮 都忍不住課金買了四條 弄得沒有錢 又找一份工作才行 開洗車店也不錯 應該也挺好找 你去哪裡? 我來Carman阿楓 Carman阿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屯門洗車王 洗車王? 是啊 我還在開一間洗車店 你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就先跟我學習 學懂了 洗車王 其實做洗車學徒有什麼條件 以及做多久才能真正工作 條件是心態的問題 要跟自己說要有一份堅持 他日學成後是一位汽車美容師 不是一個抹車仔 好 Toby 客人的車已經到了 我們一起檢查一下車 好 我們確認了車本身有什麼狀況 之後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學沖水 記住 水向低流 是 是否都由上以下 是 沖走表面的髒東西 好 到你示範一次給師傅看 好 那邊開始 嘩 師傅 可以捏緊一點 集中一點 對 沖完水了 我們洗車當然要找一個洗車棉 是 畫一個四方 對 確保每一個位置都可以洗得到 不是說洗得大力便會洗得脫積 原來洗車要很專業 平均建議所有客人兩個禮拜洗一次車 如果隔太久,外來的污污物及酸乳積聚會對車有損傷 洗車洗得多,會否對車輪的油會有些傷害 其實是不會的 調適洗車液的份量,選適洗車液 用正薄的方法去洗,就不會對車輪有損傷 好,洗完車了Toby 又要再次沖水 沖手的泡泡 跳泳鏡才行 好,完成了,師傅,我做成怎樣? 是不是很乾淨? 嗯,算是這樣 第一次噴水,沒有噴到周圍都是 但我射到你,也是會這樣 我不怕 Toby,知不知道這塊是甚麼? 泥膠 沒錯,泥膠 就是用來深層次推走車身表面的髒東西 剛才是一粒東西 現在幫我搓到像一個豆沙餅一樣 按扁 每次都是維持這個形狀去做 記得,推泥的程序一定要保持濕潤 給鹼水、給清水都可以 總之就夠濕 好嗎? 知道 好像剛才洗車一樣 給自己一個框框 按住它在車身那裡來來回回 有一點線之餘 是會有一點東西頂住你的 對呀 對呀 我們就是靠這個步驟推走那些髒東西 不用太大力 OK 那個頂手的感覺沒甚麼 那就代表得了 OK 這個推泥程序在打納之前是很重要的 推泥推得靚,打納打得靚 OK 推泥推得靚 打納打得靚 喂 塗了簡先推泥,否則會推翻車 對呀 糟了 被師傅罵了 平時推泥,例如波子般說 大概要推多久 這些尺寸的車,兩位師傅推泥都差不多一小時 一小時嗎? 對呀,是心機的東西 推的時候會覺得很悶嗎? 不悶的,一邊推走它的污漬 車整個滑一滑會很有治癒感 是嗎? 你現在摸一下,摸一下滑不滑 對呀 自不自癒嗎? 自癒 OK 哈哈哈哈 謝謝師傅,真的很大汗 喂,不是給你抹臉的,是抹車的 蛤? 這件抹車毛巾又不是抹臉毛巾來的 那有甚麼不同呀? 跟普通我家的面巾 那個纖維緊密很多,不會雙車漆的 哦 用之前,浸濕它 是 扭乾水 乾水 因為很多讀者現在都可能在家中自己洗車 或者在街上洗車 其實在自己洗和找尋專業的洗 最大的分別在哪裏? 很多客人自己DIY洗車 甚至打納都有很多失敗的個案來找我求救 現在這輛車的狀況 你看到一些燈影之下 它很明顯是會有些細花紋存在住在車身 用打納機配搭了粗納和綠色海綿 進行燃磨之下 便會磨走這些細花紋 這樣便會變得很漂亮 準備打納了 打納機要有一部打納機 海綿都有兩款 一個是硬的海綿 一個是軟的海綿 不同的納就配搭它們 做出不同的效果 粗納、白納、黃納 起花、起跡、拋缸 因應每部車不同的情況 它的需要而配搭 如果很惡劣的車 我就會叫它做完三層的納 完全修復車 如果本身它有保養開 或者狀況不差 我就會建議它打一層 拋缸納已經很足夠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工 師傅,好嗎? 好,開球 起花就是用最硬的綿 最粗的納 我們第一轉機 就會放四點納下去 第二、三轉機 就兩點都夠了 每一次打納的面積 就是大概八個海綿的面積 1 2 3 4 5 6 7 8 8 即是這轉機我只是打這個面積 是 揹著電線先 調到最慢 開機貼著它 左手這樣放著 右手這樣開機 一開始我們叫派 派雲巡了 找一點開始加快部機 進行研磨 研磨就是退走花痕 最好效率的研磨 你看看 我找到某一點 它那個轉會定到的 定不到就這樣轉 定不到就這樣轉 看到嗎? 逐行逐行 逐行 5050 這樣磨 走上打的地方 就完成了第一轉機 要抹納的 抹完納就是我們的行內派彩 派彩就是剛才那轉機的功效 就知道打了什麼出來 看不看到剛才打納的時候 彈了一些納出來 我們叫做飛納 飛左納 立刻抹 隔了一個多小時後 你先去抹就抹不掉了 你就後悔了 飛納出來了 飛納出來了 早前我也這樣聯想到 從那裡 哈哈哈哈 總之記住 那個概念要搞清楚 是 不行是要走多次 不是靠大力 不是靠快的機器 好 OK 一次不行兩次 兩次不行就三次 是 OK 剛才磨的地方是280多 這裏未磨是290多 是 其實我們打粗納 就是會 將它表面的油漆 削薄了 而打走一些 髒東西 以及花痕 一輛車裡面 是有一身之中 是會有限制的 不可以永遠不斷打下去 打到最後 就會 油漏了 OK OK 所以 由不靚變成靚的時候 就好好保養它 保護它 對 不行 總之一路按住鎖 才能放 要慢慢掌握 開機也要 對呀 3 已經不夠了 不用那麼大力的 可以了 藥膜可以了 不用藥膜可以了 不用那麼驅僅 不會爆炸的 派立可以快一點 是 是 是 派好了 就加快速度 然後要找接觸點 這裡不要轉得那麼厲害 定得到它就可以了 對呀 找到接觸點 接著就行機了 行這行 半個PAT 第二行 對呀 一路掌握 一路掌握 我會怎樣 嘩 這麼難的 對呀 一路抹 一路看你剛才打的東西 行不行 好 不行 再走多一次 是 第一轉來說行不行 初學者來算都算OK的 沒有打爛東西 可以打右臘了 三波 OK的 行不行 師傅 掌握到 嗯 剛剛學習的 算是這樣的 真的嗎 嗯 多謝你了 師傅 在我的標準 你還要多走一兩次機 假意時日 你就是一位汽車美容師 時要多久 要成為美容師 以你的資質 今天的表現兩年 兩年 兩年 要先做兩年 兩年 以你的資質 今天的表現兩年 兩年 不如我們立刻進入下一個步驟 好呀 來吧 打好立架車油 不漂亮便就漂亮了 嗯 就是靠保護層 或者叫做導摩的東西 做上車 保護著它 讓它的靚靚樣子保持久一點 好 準備上導摩 這支就叫做導摩 師傅我想問一下 其實打完後 是不是一定要做導摩 打完立架車漂亮的時候 再做導摩上去 就去保護車 讓它保持久一點 保持久一點 不做也可以 但可能它的靚靚樣子 會維持得沒那麼久 我們拿了一支產品出來的時候 搖一搖 搖勻 看不見有些粉在下面 是 你先搖一下 搖一分鐘 搖一分鐘 是呀 快點 快點 大一點 快點 你看過人搖導摩嗎 開蓋時慢慢遠離車身 為甚麼? 這些位置可能會積聚了上次殘餘物 如果結晶物吹在車身上 滴在車身上 抹下去就等於沙在漆油表面滾一次 剛才打的所有納、所有研磨就是白費了 先抹一下瓶蓋 確保乾淨妥當 我們先拿一個上度膜的藍磚 以及全新的眼鏡布 所有東西都是小小的去做 滴上度膜,我們會這樣滴 盡量這個瓶不要跟眼鏡布有接觸 是,畫一個卡給自己 是,一半一半,半行半行 這裡你塗給我看 好 塗勻 然後 這個部分就叫做上好 是 上好的時候,先放在這裡 即是要攤它一會兒? 攤它 攤好的時候,我們才準備抹走多餘的部分 那就是完成上度膜的程序 是否抹完膏清很治癒? 對呀,我照到鏡頭 嗯 有甚麼感想?照完鏡頭 知道我為甚麼視頻這麼低視乎 好了,完成 完成車殼,做好度膜 那我們就開始做內籠了 內籠有甚麼要做? 內籠當然要清潔,深層清潔就叫做蒸籠 幫我先清潔袋 好 先收拾一些垃圾的東西 收拾完東西的時候,就可以準備深層清潔了 我們遇上這些淺色的汽車 就會先做一個神奇海綿 神奇海綿是很有趣的 對呀,它真的很神奇 我們浸濕了這個神奇海綿 放一點清潔劑 都是那個道理,慢慢走走走走 摸摸摸摸 看到嗎? 對呀,然後我們就會用清水布抹一抹 做完深層清潔,我們就開始下蒸汽了 下蒸汽的時候,小心不要噴到電劑 這些就是蒸汽嗎? 蒸汽加焦毒劑 皮和毛的地方都可以下蒸汽 但是有一個位置就真的不可以下蒸汽了 就是內車頂 內車頂通常都是用膠水貼上去 如果遇到高溫的情況之下 蒸汽會蒸溶到膠水,就會塌上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看 先把東西放進去 就是水 一點清潔劑 加水 是 是有些壓力壓下去就可以了 看到嗎? 會洗到乾脆的東西出來 立即是亮節色 是啊 我們做完的時候 都需要 浪一浪杆 才會交車給客人 是 這個機器是否只用在地毯 裡面的也可以? 沒有的地方 爽不爽? 爽啊 看著它的污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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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漬的東西走出來 是啊 OK 一架車跟程序慢慢做 很快就會變得漂亮 但是很有耐性地去做 是啊 是啊 師傅 今天我跟了你學師一天 你覺得我如何表現? 今天的表現 你初學者來算 我合格有餘 比我想像中好 謝謝 來這裡做學生 來這裡做學徒之前 若是覺得洗車是基本的 找個水喉肥 但原來不是 當中很多的步驟 很多的功夫 其實是要很有耐性的 可以用心機去做 是啊 心機要用心機去做 那你先去找五支的東西 好 我看到後面有很多東西 我們去喝東西 好 好